请大家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的时候 是他27岁左右时候的照片 通常大家看到的照片都是头发乱糟糟 刁着个烟斗的老头 满脸皱纹的老头 大家觉得这个脑袋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 其实那个脑袋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最行的时候是现在这个脑袋 是他二十几岁时候的脑袋 他27岁发表狭义相对论 37岁发表广义相对论 他的主要的成就其实都是40岁以前完成的 40岁以后虽然还有成就 但远不及他中青年时代的成就 实际上所有的科学创造发明 特别是科学创造理论的创造 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做出来的 到了老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呢 他的学问大了 课会讲得更好 知识会更丰富 但是创新能力呢往往会降下来 所以我们以前呢 宣传这些科学家的时候 通常都是给人看他那个老头老太太时候的照片 其实这个会给人造成一个误解 1900年的4月份的时候 英国皇家学会召开了一次迎接新世纪的联会 上面呢就邀请了当时德高望重的老物理学家 凯尔文勋爵发表一个演讲 他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立 未来的物理学家们只需要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明朗的天空还有两朵乌云 一朵和黑体辐射有关 另一朵和迈克尔森试验有关 这个演讲非常著名 结果呢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从第一朵乌云里头降生了量子论 然后不到五年就从第二朵乌云当中诞生了相对论 这两个新的理论一出现呢 原来的那个物理学的大厦呀 就像一个小的庙堂一样 这两个新的理论呢 展现了新的物理学的天空 所以凯尔文这个还真是非常之厉害 大家我先来看说一下呢 那个当时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背景 首先呢 当时呢 物理学家对光的本性啊 我为什么特别要讲对光的本性呢 因为刚才说的两朵乌云 一朵呢 和这个黑体辐射有关 黑体辐射就是光谱 热辐射的那个谱 热辐射的那个能谱 这个这个东西呢 是跟光的量子论相联系的 而另外一个呢 麦克逊实验呢 是跟光的传播速度有关的 都是和光有关 我们看看对于光学的进展 当时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呢 什么是光 在17世纪的时候就有争论 一派呢 就是以这个惠根斯啊 胡克啊 笛卡尔他们这些人为首 他们就认为呢 光是一种波动 另一派呢 就是以牛顿为主的 认为光是一种威力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波动说呢 沾上风 因为这个胡克啊 惠根斯这些人呢 都是比牛顿要更加连长一些的人 他们在物理学界已经称名了 他们觉得他们用光的波动呢 能够解释很多东西 当然他们不能解释干涉现象 也不能解释眼射现象 不过呢那时候对于干涉和眼射呢 大家还没有特别的留神 特别的注意 只是对于光的反射折射啊 什么直线传播啊 这些是大家有一些比较多的了解 牛顿呢 认为光是威力 一开始的时候呢 胡克他们就是反对牛顿的观点 牛顿呢把认为光是威力的这个观点呢 他本来写了一篇文章 想投给英国皇家学会的汇报来发表 当然作为皇家学会干事长的胡克 就认为这篇文章简直是胡扯 光是播嘛 怎么会是威力呢 啊 这个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就拒绝刊登牛顿的文章 牛顿一气之下 从此再也不给皇家学会汇报投稿 他一生当中都不投稿 牛顿一生主要写了两本书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还有光学 其他的文章他一般没有 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刘顿的文章 比如论运动啊什么这样一样 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投的稿 都是他跟他的朋友写信的时候 交换意见的时候啊 在里头长篇大论 最后别人把刘顿成名以后 人家把这一段一段接下来 给个小标题 然后就是一个文章啊 刘顿的文章 但是呢后来刘顿很成功 他的那个力学理论呢非常之成功 大家就想刘顿的力学理论成功 他对光的解释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呀 于是大家就注意重新注意了光的威力说 而且呢注意到了波动说呢 如果他是波的话会有干涉演示现象 但是没有看见啊 所以呢牛顿的威力说就占了上风 牛顿的威力说击败了波动说 击败了波动说以后呢 统治物理学界呢一百多年 一直到1801年 托马斯阳完成了双缝干涉实验 这个是威力说不能解释的 这一下子才翻过来 波动说又重新战胜 威力说啊 英国的这个托马斯阳啊 呃是个神童 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说有一些神童啊 这个托马斯阳就是个很了不起的神童啊 他两岁的时候就能够读书 四岁的时候 把圣经通读了两遍 十四岁的时候已经通晓拉丁语 希腊语 法语 西大利语 西伯来语 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 还会演奏多种乐器 他在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医学 天文学 哲学 语言学 考古学等领域都有贡献 托马斯阳先当医生 研究视觉 发现了眼睛散光的原因 转而研究光学 完成了光的双缝干涉实验 认识到光是波动 于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因为大家都认为 这个刘顿那么了不起的人 你说光是波动 就给他反问了他一些问题 他也解释不了 用波动解释不了 后来恍然大悟 光波跟深波不一样 光波不是纵波 而是横波 他一认识到光是横波 那些反波他的意见 就都被他拨打了 他提出了光的三色理论 此后又破译了古埃及的 一个拉西德石碑 那个石碑上有三种文字 两种古希腊文 一种古埃及文 可是当时的人一种都不认识 托马斯阳用对比的办法 破译了其中的一点东西 开创了一个头 因此他对考古学做出了贡献 后来法国的另外一个神童 商不良 把拉西德石碑上的文字 全部都破译了 不过张不良就是搞考古 而托马斯阳他的才华是覆盖科学的各个领域 虽然托马斯阳是神童 但是当时他在反驳牛顿的威力说的时候 也遭到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在英国人看来 牛顿是他们的骄傲 祖师爷那么伟大的一个人 说这小子简直不自量 居然敢说牛顿有错误 于是大家都拒绝他的想法 他的文章发不出来 他就自己掏钱印了一百份 印了一百份只卖出去一份 不过后来 因为大家看到了干涉和衍衬现象 所以最终他的理论还是获胜了 黑T辐射是什么 就是热辐射 是当一个热的物体 处于热平衡状态时候的 那个平衡热辐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和炼钢有关系 大家知道 1870年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 法国输了 输了以后 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 导致了巴黎公社起义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们按照当时的条约 向德国隔地赔款 法国呢 当时把他自己的两个省 亚尔萨斯和罗林 两个省 隔让给德国 这两个省隔让给德国 至关重要 这两个省靠着德国的卢尔区 卢尔区有煤矿 没有铁矿 这两个省有铁矿 没有煤矿 现在都归了德国 而且德国还得到了 一大笔战争赔款 于是呢 德国就决心发展工业 要把德国从一个 以生产土豆为主的国家 变成一个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国家 工业化 工业化呢 很重要的就是发展钢铁工业 发展钢铁工业呢 就是炼钢 炼钢的技术 要控制路温 怎么能控制这个高炉 或者平炉的这个路温呢 你把温度计搁进去 不行 它就化了 它就在上面开一个小孔 让这个热辐射呢 出来 出来以后呢 就发现在不同温度的时候啊 它出来的这个 这个能谱不一样 就是说辐射的这个能量啊 在不同波长的分布啊 会是描述一根曲线来 在不同温度的时候 这个曲线的高低胖瘦呢 不一样 根据这个曲线的高低胖瘦呢 就能判断这个 卢温 英国也在发展钢铁工业 英国的两个物理学家 一个是瑞利 一个是金斯 金斯主要是天文方面的 天体物理的 他们两个呢 就 给出一个理论 想解释这个辐射曲线 这他就说什么呢 这个 炼钢炉啊 它的炉壁啊 上面的那个物质啊 可以看成一个一个的小单元 一个一个的斜阵子 当时呢 原子论呢 还没有被大家所完全接受 有一部分物理学家已经承认 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威力了 所以那个最小的那个辐射单元呢 就认为是原子 还有一些人呢 不承认原子论 但是呢 他也承认 有存在的最小的这个辐射体 当时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呢 这些辐射体呢 就像一个一个的斜阵子一样 弹簧的斜阵子一样 他放出辐射的时候 他震动就减弱 他吸收辐射的时候 震动就加强 根据这样一个模型 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的一个一个的原点 就是当时的试验的测量的点 就是说啊 这个热辐射的波长的 它的能量密度取最大值的 那个波长 叫Landa M 和那个温度的成绩是一个常数 也就是说 你只要测出了这根曲线的Landa M 你就可以知道 这根热曲线所代表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英国的瑞利和金斯呢 就计算出了一根曲线 这根曲线就是我们图上面的这个曲线 它在长波波段跟实验符合得很好 但是在短波波段呢 就一下走向了无穷大 因为短波呢 是紫外光的那个分布范围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在物理学上叫做紫外光灾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 跟实验不符合的 这样一个理论计算的无穷大呢 不清楚 德国的物理学家维恩 他给出了另外的一个模型 他的模型呢 跟瑞利金斯的模型不一样 维恩曲线在短波波段 跟那个实验点能够重合 但长波波段 他就偏离了这些实验点 这个时候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 普朗克就提出一个 人们意想不到的理论 他在研究这些曲线以后 就发现了 如果你认为这个斜阵子 在放射这个辐射能 和吸收辐射能的时候 是不连续的 也就是说呢 是一份一份的 当时已经认识到 热辐射跟光辐射呢 都是电磁波 也就是这种电磁辐射啊 是能量是一份一份的 当时认为呢 电磁辐射是连续的 热辐射应该是连续的 这个能量怎么可能是一份一份的呢 大家不清楚 但是普朗克觉得呢 你只要假定他的 这个斜阵子在放射和吸收的时候 他是一份一份的 那么你描出的这根曲线 就能跟实验符合得很好 也就是我们这个图中的 这根实线 就能跟实验符合得很好 普朗克呢 做出这个发现以后呢 他自己感到很吃惊 他自己有点不相信 觉得辐射怎么可能是一份一份的呢 他想的是不是这样 这个斜阵子在放出辐射和吸收辐射都是一份一份的 但是辐射一旦离开了斜阵子 这所有的一个一个的辐射都混到一起的时候 就是连续的了 他把自己这个理论呢 叫做量子论 就是这个热腐射呢 是存在能量的量子的 量子呢 表现为这个斜阵子的能级呢 是不连续的 每一个跳跃的能级之间 是差一个能量子 普朗克呢 他没有一开始呢 没有大张旗鼓宣传他的理论 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个理论呢 他难以理解 因为德国他已经是教授了 要发表一个错误理论 闹个笑话 可是不得了 人怕出名猪怕状啊 是不是 普朗克已经是教授 他觉得要小心翼翼 所以他在他们学校里做报告 介绍这件工作的时候呢 说的很保守 以至于有的学生听了以后说 今天白来了一趟啊 普朗克今天这报告 什么也没讲出来啊 是这种感觉 那么他知道不知道 他这个发现很重要呢 他是觉得他这个发现呢 可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他在跟他儿子 出去散步的时候 跟他儿子讲啊 说你爹我现在做了一件工作 这件工作如果能够被证明是正实的话 被这是真实的话 那是正确的话 我的成就是可以跟牛顿的成就相比美的 可见他是知道这个 但是他对外讲呢 还是很保守 对这事很保守 这时候呢 他一会儿说这个原子在放出辐射和吸收辐射的时候一份一份了 一会儿又说这辐射是连续的 所以有的人听不明白啊 有个记者就问他 说普朗克教授 您一会儿说这个辐射是连续的 一会儿又说是不连续的 那么他到底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 普朗克说啊 一个湖啊 湖里头有很多的水 旁边有一口水缸 里头也有水 有人用用杯子啊 从这水缸里头 一玩一玩的咬出来 把这水倒到湖里头 你说这水是连续的呢 还是不连续的 就从这个回答上中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普朗克认为呢 能量本质上还是连续的 只是邪正子在放出和吸收这个能量的时候 是一份一份的啊 这是他的观点 谢谢大家